每一套 怎么说整个20世纪的 现代艺术教育的 根源就在于不好生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 西方艺术体制 教育体制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了解巴浩斯 我们要了解巴浩斯 我们这样了解 比巴浩斯之前的 那个德国的工业设计运动 叫做德国政府办的 叫做设计联盟 那么为什么要了解 这个设计联盟呢 又必须把这个源头 追溯到世界末的英国 英国有一个社会主义 新工艺运动 最重要的人物叫莫里斯 而莫里斯本人是一个 优美字体的重要设计者和花岸图样的重要设计者 对对对对 那个新装饰的主义 那么为什么要追到莫里斯呢 追到这个新装作主义呢 那只能追溯到英国的工业化 所有都是工业化 没有工业化 没有现在主义 因为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个一系列变化 迫使我们的生活开始被改变 这个改变 你们今天如果不是做这个研究的话 很多人没有感觉 我告诉你们一些简单的信息 我们今天习惯了八点钟上班 九点钟上课 一点钟休息 吃饭 吃二点睡觉 对不对 按照终点生活就是工业化的表现 传统社会不按整个人 传统社会是按什么 日出而做日入而熄 对不对 到冬天就冬天 因为农业经济是一个自然周期变化的程序 那工业经济有四种 工厂集体化 工厂的这个大规模的流水线 导致了一个结果从英国开始 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都必须面临这个结果 就是所谓的城镇化 所谓城镇化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大量农民进工厂当的工人 他们按照终点上来 大量这些人进入城市以后 城市过程 城市过程就引来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居住 这些从农村跑到城市的人怎么可能居住在贵族的房子里 居住在那些豪华的宫殿里 所以现代主义建筑不出来 现代主义建筑就是如何快速地搞建筑 对 于是四方盒子出来了 四方盒子最早谁做的 至少 八号市的第一任校长格鲁皮乌斯 就是这方面的重要的一个问题 四方盒子最快建立起来 所以格鲁皮乌斯建立房子学院 我们现在总是讲房子学院的工业产品设计 讲工业房子学院的平面设计 和这个构成课程 对面的基础课程 但建筑是很厚才出现 其实格鲁皮乌斯是个建筑家 他的目标是要为建筑服务 他要建建筑学院 但是为什么要放厚呢 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格鲁皮乌斯 他真正想建立的不是建筑设计 可以建筑经济学院 因为格鲁皮乌斯知道 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是 我们要迅速解决居住问题 解决居住问题在降低建筑城 要快速改变 就像中国现在出现的一样 中国这40年 这个就是一个开放 研究材料学了 空间学材料学 研究材料 对不对 研究材料 框架结构就这样来 框架结构怎么来的 志大哥来的 志大哥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19世纪末 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的质量 不是在纽约 对不对 然后很不幸 志大哥大概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一场大火烧了一半 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对好像是我这个大家记住 我忘了大概是 反正有一场巨大的火 把志大哥烧了一半 于是志大哥重建 若是最快重建 那时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室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叫沙利文 框架结构是他开始 钢铁框架结构在盖墙 摩天大的就出来 四方合理就出来 当时我们在建筑室里面 把这个叫做 叫做芝加哥的隔 你们今天去芝加哥看 芝加哥就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溯源 起源在这个地方 这跟框架结构有关系 跟材料有关系 其实背后有一个经济动力 快速重建芝加哥 那么同样的风气 在德国也是有回忆 德国谁回忆呢 就是格鲁皮乌斯年轻时候服务过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建筑事务所 叫做贝伦斯建筑事务所 所以整个世界建筑是两个建筑事务所 北美是沙利文建筑事务所 德国是贝伦斯建筑事务所 这个贝伦斯建筑事务所 所出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土地 除了我刚刚所说的格鲁皮乌斯以外 还有法国的科布西 还有包好是学院的最后一位院长 密斯芬 他们跟这个贝伦斯密切有关系 那贝伦斯就必须涉及到 德国的这个射击联盟 射击联盟又必须涉及到英国 为什么 是因为德国政府派人去英国考察 而英国当时正在兴起 新宫运运动 而新宫运运动的主力 就是刚刚所说的莫里斯 威廉·莫里斯 背后的理论推动 谁啊 当时最著名的艺术批名家 拉斯基 拉斯基 而且他们都是主义 都是社会主义者 但是很快就造成一个分裂 什么分裂呢 德国和英国的 因为这个整理 他们两个的共同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艺术生活化 这个口画其实是莫里斯提斯 但是什么样的生活才在艺术化的生活呢 这问题就很麻烦了 德国人就讨厌这种太花巧的东西 英国人认为 莫里斯认为最好的艺术是手工 我们要维护手工的工匠 手工很贵啊 德国人说楼最重要的艺术是机器化的艺术 英国最重要的概念是维护手工的传统 而总共很昂贵 这样昂贵普通人消费不起呢 又如何使人们的生活艺术化呢 所以最后真的还保持对了 保持这样的上风 保持出现最早的一批工业产品 我们所说的国际主义 英国还是过度迷恋这个装饰的风格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这是来源 这个来源 所以我还是认为所有艺术 包括设计的发展 背后都一定有社会社会 都应该追溯到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工匠 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就产生新的美剧 也产生新的教学体系 是吧 那么在这个教学体系之下 就会产生新的人物新的产品 包括是最重要的产品 就是文明的瓦西米的艺术 不就不锈钢架做的意思 对不对 不锈钢架如果大家对家具是有了解的话 不锈钢架很重要啊 他完全把传统那种木头的 红木的什么什么硬木的 那种复杂的家具干掉了 是吧 而且很明快 对 对 非常明快 后来有了高温处理以后 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使一个木头变弯 是吧 另外一个是吧 这个我们讲的家具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密切相关的 对对对 都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就是说 这样的话 它就会导致一个职业概念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巴默斯才成为一个重要的起源 那么这个起源 随着工业化系统到亚洲 嗯 它变一场亚洲 对 那么它的渠道在哪里 俄罗斯 嗯 和苏联 为什么二十年代在俄罗斯会出现构成主义 构成主义的背后就是巴默斯的那种 对对对对 它们两个是相关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更加理解 为什么格洛皮乌斯会请俄罗斯人康宁斯基做老师 嗯 而康宁斯基的那种抽象概念在俄罗斯不受欢迎 嗯 1920年他已经是莫斯科博物馆的馆长了 嗯 列宁一去世他就跑掉 这个人太厉害了 因为所有留在俄罗斯的那些人 构成主义者 在斯大林时代 苦不堪言 不被杀掉算好了 嗯 能够活得就很好了 著名的塔特林那个第三国际纪念碑的前卫设计者 你们知道他下面卫者在斯大林时代干嘛吗 跑去花金屋去了 跑去花贵去了 跑去花了一大堆花贵 一点又没有 全部意志消沉 因为那个时候兴起了就另外一样 但它的雕塑在当时 或者说在整个二十世纪 今天可能是前卫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当然不能实现了 对啊被各种艺术家现在重塑他 然后我们谈到俄罗斯这个出口 我们就知道 可能很多人对那个历史不太了解 然后我可以提醒大家 在列宁时代 在卢纳刹司机当艺术委员会这个委员长的那个时代 主席 应该叫主席时代 我忘了俄罗俄文怎么讲了 出现一种极尽的艺术风格 叫做纳普 纳普就是俄部俄文里面的无产阶级 它涉及到音乐 涉及到戏局 涉及到文局 涉及到建筑 建筑就是我们看到这种 共产主义的基地主义房子 一排 那么基地主义房子和八号市的这个基地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在进何处 人的进入嘴巴里面成细 出的大便 对不对 它的共产主义厨房的特点就是一层楼一个厨房 一层楼一个公共厕所 公用在共产主义生活 就产生了很多 所以你发现中国在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盖了很多这种 其实叫无产阶级建筑 无产阶级建筑 无产阶级房子 其它整个外观是国际主义的 四方合成 它的重要的不同是每一层都只有一个厨房 只有一个部落厕所 大家做饭的时候 在那个厨房里面 哔哩啪啦的互相之间 合在家里自己过夫妻生活 房子一贯一条走廊 这是俄罗斯来的 当时的现代主义影响到俄罗斯的 在俄罗斯印象很大的是什么 未来主义 马亚可夫世纪 只不过 当马亚可夫世纪用未来主义歌颂 说明要革命的时候 列宁的时候 我不喜欢未来主义 所以后来马亚可夫生气之杀了 表面上是为情之杀 实际上我认为它的艺术影响 和社会成为严重重复 把它干掉 刚刚说的构生主义 说的建筑 是吧 电影啊 艾森斯坦啊 艾森斯坦不是学电影 艾森斯坦是学建筑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 蒙太奇是不是跟他建筑 毕竟有某种关系 我想可能也有某种关系 是吗 这个又要重新 艾森斯坦的本个是建筑 学建筑 他不是学电影 所以这里边全参在一起 我的意思就是说 8号是这一套 现在主义这一套通过苏联这个门 然后大家知道 苏联对中国一场 其实对日本一场一场 日本共产党背后就是共产国 共产党背后就是共产国 一体的 他们就到了中国 他这个路线是这样的 那么随着工业化过来 他一直延伸过来 延伸过来以后 当然他就带来职业改良 设计的这个广告的 有登登登登的 风口全不过来 这一套全不过来 就蔓延了 就蔓延了 好 这一集信息量巨大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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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